对于央视的主持人,大家的印象都应该是举止大方,我简直信了吧,那么不知道大家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谁呢? 董卿,萨威宁,李思思,堪辉,还是朱君呢?这些都是大家熟知,并且很熟悉的央视主持人,但是小编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位主持人,这位主持他在24岁的时候,就已经是央视吃碗的主持人了。 大家都比较好奇,他是谁吧?他就是赵紫棋,他是一位主持人之余,还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,出演过非常多的作品,相信大家都在电视台,有看到过他的身影,如此优秀的主持人,还有出色的演技,肯定会有很多人追求他。 有两位男子就曾为了他离婚,就逃避说他的现任丈夫,就为离他而离婚了。 婚后的赵紫棋和丈夫遇留一女,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了。 还在当主持人的赵紫棋在采访中曾经说过,我上学的时候,并没有想要做主持人,并且表示,不太喜欢这份爱意的功。 做,他喜欢新鲜又挑战性的工作,所以,他就辞职了影视主持人的工作,靠去当一名演员。 赵紫棋的原名叫赵琳,他自己表示,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原名,将为很男性化,并不符合自己的气质,还会有很多重名,所以,就改为现在的名字。 由此可见,他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人,他认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这样才算是有意义。 赵紫棋在大二的时候,就已经是中央电台的一名主持人,当时的他遇见了当时的领导杨柳,杨柳还为了他和自己的妻子离婚,但是两人并没有长久下去。 也因为这件事情,导致了赵紫棋低迷了一段时间,种种原因夹起来,他辞去了央视的工作进入演艺圈。 在2001年,赵紫棋遇见了现在的丈夫,赴上陆金波,两人一见钟情,而当时的陆金波,也是有结霸妻子的,但是他选择了近身处户和赵紫棋在一起。 正是因为,这样,所以赵紫棋也一直被冒拆放别人家庭。 但是无论怎样,现今42岁赵紫棋也是过得很幸福的,在他的山山小边,看见了舒服的状态,祝福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